加州公路巡警局 一名巡警上周在10号高速公路上 殴打一位女子的画面曝光 引发哗然 今天加州公路巡警局 特别召开会议进行讨论 并与多位社区领袖召开记者会 承诺加州公路巡警局 将警速厘清权案 还给社会一个公平交代 事件发生在7月1日 圣坦摩尼卡10号高速公路上的 La Brea Avenue路段 根据加州公路巡警表示 51岁女子皮诺克当时光脚走在路间 偶尔还走到车道上 严重威胁交通安全 巡警获报抵达后 先站在女子面前试图阻挡 没想到皮诺克不予理会 甚至变得充满攻击性 巡警只好采取强力制服 但却引起是否执法过当的疑虑 加州公路巡警局在今天进行一个半小时的内部会议后 向社区承诺会以公正有效率的方式彻查全案 遭到巡警蒙利欧打的皮诺克还在医院治疗 他的家属则已经聘请律师准备向加州公路巡警局提出控诉 涉案巡警目前暂停勤务 加州公路巡警局表示 公路巡警的名誉也因为这个事件严重受损 因此绝对会与各界合作厘清案情 以重整社区对加州公路巡警的信心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